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导体可能材料不是均匀的 有的地方是某一种金属 其他地方是别的金属 所以它的role不是一个定值 因为这个导体也可能它的结构不是均匀的 有的地方粗 有的地方细 所以它的界面积A也不一定是一个常数 所以它都必须在这个积分号的内部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IR R就是代表这个东西 这就材料而言 就这个材料跟这个物体的结构而言 这是它的电阻 它的单位是欧姆 我们已经举了两个例子了 那VAB等于IR 这个是欧姆定律 你可以这么写 你也可以这么写 VAB over I等于R 这两种都可以 我们通称它叫做欧姆定律 OMSLO 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电阻器 电阻器是电路里头一个相当重要的元件 那么它是在电路里头 它的符号是用这样子的符号 这种是叫做固定式的 它出厂的时候 它是多大就是多大 你没有办法改变 那么也有的这个电阻 它是可调式的 可调式的呢 那我们就用这种 这样子的一个符号来表示 这是固定式 这个是可调式 OK 好 那么 我们厂家出品的 像这种固定式的 它是多少就是多少 它不能够满足你所设计出来的 每一种规格的电阻器 所以我们要用电阻的时候 你要用多大的一个电阻 你必须从已经有的 就是厂商出厂的这些规格里面 去拼拼凑凑 就好像我们上一次讲电容器一样 你可以把它连接成你所需要的 那么电容器的连接有两种基本方法 一个就是串联 一个是并联 那么电阻器呢 也是一样 它的基本连接法 也是有串联 有并联 那么我们这里就介绍 的连接法 好 第一种 我们称它叫做串联 in serious 好 串联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电阻 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么大的 于是我就把N个电阻器呢 我们现有的N个电阻器 把它像这样的连接起来 让它可以满足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大小 那么连接法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R1 R2 R3 RN 假定有N个 那它这一边呢 就接一个电压VA 这一边就接一个电压VB 这个正负号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正负号是表示电压高低的意思 正就是表示这个电位比较高 负号就表示VB呢 电位比较低 于是我们三次讲过啊 当有电位有高低的时候 导线里头就会产生电厂 那么这个电厂啊 就会 理论上它会把正电荷推向那边 如果是导线的话 它是负电荷在动了 负电荷就会 逆着电厂跑 会跑到这里来 那么我们就用电流来代表 电流是电流流动的方向 跟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一样 因此呢 这个时候啊 它的正电荷 它的电流就是朝这一边 我们写I 这也是I 这个也是I 因为从A到B 只有这么一条路 没有其他的路 所以这一条路 我们这种连接法 我们称它叫做串联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 经过每一个电阻器的电流都一样 都是I 经过每一个电阻器的电流都是I 这就跟我们算是讲 一个导体内部 有电流的话 那么任何一个界面 它的电流大小都一样 好 现在我们就看 电流从这边往这边流动 电阻器呢 有电流通过它的时候啊 它会产生一个电压的降落 Voltage drops 那就是正负 V1 这里会有一个压降 好 这里有电流流过 所以在这个电阻的两端 也有一个压降 这个电阻的两端 也有一个压降 好 这个电阻的两端 也有一个压降 那么从A端到B端的总电压 总电位的降落 它是等于这个 一阯一阯降落的值 是和 因此它就等于 V1 加上V2 加上V3 加上VN 好 那么V1 V2 V3 等于什么值呢 那这就要用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是用在哪里呢 用在 纯电阻 就是说这个电阻里头啊 没有电动式 我们等于会讲到电动式 那么V1 它就等于 I R1 因为I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I提出来 R1 加R2 加R3 加到RN 这个在括弧里头 好 那么我们这样连它做什么用啊 因为我们要凑成 这样子 让这个结果 就跟这个一样 跟这一个 电阻 这个电阻呢 这边还是VA 跟那个一样 这边就跟这边VB一样的 那么它的电流呢 也是 I 电压跟电流 都跟这个一样 那这个电阻叫做R Equivalent 等效电阻 单就这个 我们apply 欧姆定律 我们就可以得VAB 要等于I R1 好 那我们比较这两个式子 比较这两个式子 我们就得到 串联的电 串联 电阻串联的时候 它的等效电阻 是等于 每一个串联 电阻之和 好 这个是用在串联 用在串联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看 并联 并联就是把N个电阻器呢 这样子联起来 它两端 同接在 同一个电位差之下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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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VA那段是电位是VB 于是这个正电荷就要从高电位的地方流向低电位的地方 我们假设从这里流过去的总电流是I 那总电流到了这个地方呢 因为有N条路啊 那么它就要分成N个部分 这个是I1 这个是I2 这个是I3 这个是IN 那么总电流等于每一个分路电流的总和 它是等于I1加I2加I3加到IN 那I1,I2,I3要等于什么东西呢 还是依照欧姆定律 N个电阻并联的时候 它的特色要记起来 就是这一段都是VA 这一段都是VB 因此每一个电阻器 两端的电压是一样的 所以呢 比如说I1 比如说I1 I1要等于VAB over R1 所以啊 I它就等于 VAB可以提出来 over R1 I2 是等于VAB over I2 那么这个是B年电阻 它的电流 那么我们做这个 做什么用呢 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想凑成一个等效电阻 一个我们要的电阻 那么这个电阻呢 VAB跟I R1是这个关系 那么它的I就等于VAB over R1 那么我们说这个I 也等于VAB over R1 Equivalent分之1 所以我们比较这两个式子 我们就会得R equivalent分之1 要等于R1分之1 加R1 加R2分之1 加R3分之1 加上RN分之1 好 这个是并联 并联的特色就是 等效电阻的导数 要等于每一个并联电阻 导数之和 它的串联跟并联的这个形态 跟我们前面讲的电容器 正好相反 电容的串联 它的形式呢 跟电阻的并联差不多 很相似 那么电容的并联 就跟我们电阻的串联 非常的相似 OK 好 那么 这个是 我们讲的电阻器的串联 并联 你们回去要 这个我想你们高中也有教了 回去要把它用手 我就不多讲这个了 好 那么我们讲完这个电阻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电路 直流电路 如果我们要使得 一个导体内 它的电流始终保持 不为零的话呢 我们这个导体必须要是 什么样子的呢 像以前讲的这种样子 绝对不成 像如果我有一块的导体 那我是靠外加电厂 External Field 来 家庭它 于是 我们说过 这个导体的 负电就会积在这边 正电会堆积在这边 就是说 你刚刚Apply 电厂的时候 这里头的电荷会移动 会移动 移动的时候有电流 但是等到它一旦分布好了 没有电流了 它从开始有电流到没有电流 多少时间你知道吗 它是小于十的 负八十分秒 负八十方秒 这么短暂的时间 有电流存在 以后就没有了 这个电流我们称来叫做 站态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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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没有用 那个电流 你没有办法用来 没有办法用来 产生 灯光 或者 推动 电扇 或者说 你用它来煮火锅 都不可能 因此这种方式 没有办法在导体里头 产生 源源不断的电流 你要产生源源不断的电流 这个导体 它有几个特点 我们现在拿一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力学的一种装置来看 假定这里有一个管 这是一个管 好像水管一样 我们只是看它的剖面 水管 你如果 有一个管 就是这样子 你有一个球 小球 在里头 你把它摆在地球的表面 地球的重力 会将这个球 从这里 移到这里来 最后移到这里 这个球 到了这个位置以后 它会不会自己上去 它上不去了 那你希望这个球 那你希望这个球在这里永远这么转 你靠它自己 没有办法 因为它到这里就上不去了 到了这里以后要怎么办呢 我可以用手把它拿来放到这里 它又掉下这里 我又放上去 或者我设置一种机器 当球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机器自然把它提升到这里来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在这个管子里面 源源不断的这么样子 周而复始的在这里运动 我们电流跟这个差不多 电流 我们知道电荷 我们都以正电荷来做模型 正电荷是从高电位移向低电位 如果这个地方的电位比较高的话 这个地方的电位比较低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的电荷Q 他就会自己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以后 他自己上不去了 自己上不去 你现在要怎么让他上去啊 要做工啊 就刚刚我用手把这个球捡起来 用手做工把它提升上去 对不对 或者用机器 好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 是带电体 导体里面的带电体 你能不能用手把它提升呢 不可能 对不对 因此在这个地方啊 就必须有一种装置 这种装置呢 我们不一定是一个管子 就说在这一端呢 它要有一种装置 这种装置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球啊 提升到高电位的位置 提升到高电位的位置 OK 有这么一种装置 正电荷在比较低的电位 它就提升上去 那么这种装置呢 我们称它叫做电动式座 这种装置 这种装置叫做 电动式座 Seat of EMF 那么所以我们一个 导线要导电的话 它第一个条件就是 它必须构成一个回路 就是说这个路啊 可以让这个电荷呢 来来回回的这么走 来来回回这么走 第二个就是 它里头必须要有电动式 这个电动式座 它做什么用呢 它就是可以把正电荷 从低电位提升到高电位 就是说它能够做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介绍 电动式座 好我们用一个框框 代表电动式座 框框呢 就是我们的Seat of EMF 它有什么样的本事呢 就是它在电动 在这个里头 会产生一个 不为零的电场 不为零的电场 像这个电场就是零 最后变成零了 它不为零 通常这种电场 它不是静电场 不为零的电场 通常都不是一个静电场 那么我们称它叫做非静电场 Non-Electro-Static Field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 EE是代表Electro-Static Field 那EN呢就是代表 Non-Electro-Static Field 那么我们先不管它是怎么产生 反正就有这么一种电场 它不是靠电荷的堆积而产生的 一旦有这个电场以后 这个导体里头的电荷就开始受力了 正电荷就往这个方向推 推到这个位置 出不来了 就堆积在这里 负电荷就往这个方向推 也推不出去了 它也留在这个地方 那么有正电荷有负电荷堆积的时候 这个里头就产生 Electro-Static Field 由这个堆积产生 那么里头就会有总电场 它的总电场 总电场 一是等于 Non-Electro-Static Field 加上 Electro-Static Field 它最开始的时候 它只等于它了 还没有Electro-Static Field 然后这个Electro-Static Field 就慢慢的增加 当这样子的时候 你看这样的时候 1N比1大 1N比1大 这两个方向相反 所以是减的 当1N比11大的时候 电荷继续堆积 继续堆积 电荷一旦堆积了 它的静电场就增加 一直堆一直堆 堆到 这个地方 到一定量的时候 那1N1跟1N呢 就相等 相等 大小 大小一样 而方向相反 那么我们说 平衡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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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式 它现在没有接到电路上 就好像你们买了电池 回去 电池就是一种电动式 做 没有接到电路上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称它叫做 段路的状况 Open Circuit 断路的状况 那么 断路的状况呢 它最后是 没有电 你不能买了电池回来 它里头一天到晚 产生电流 在消耗我们的电能 它不会 它平衡的时候 就是 1 等于 1N 加1 1 要等于 0 等于0 这就是平衡 那现在 我们呢 把这个电厂 做一个 线积分 比如说 我把 1 dot DS 我们把负电的这一端 当做是B端 正电 电位比较高的这一端 叫做A端 它呢 是从低电位 到高电位 它现在做工 这个就是 电厂对一个库轮的电荷 做工 从低电位到高电位 这个就叫 这个 这个是 我们 我们先 先看这个等于什么 当然我们这一边呢 也是 dot DN DS 从 B 到A E dot DS 从B 到A 好 这个最后要等于0 等于0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 上一次我们 我们讲过 好 这个是等于 I 乘R 好 我们现在假定 好 我们假定 这个里头的 有一个 这个东西的电阻 整 整个 电动式的 电阻 我们用小R 表示 这个叫 电动式的 内电阻 那它现在 这个电流 I 等于0 平衡的时候 I等于0 我现在 I等于0 是平衡的时候 平衡的时候 我注明一下 I 等于0 好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上一次 导出来的 E dot DS 等于 IR 这个是等于 I 乘 R 这个是0了 左边那个是0了 好 这边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啊 这个积分 叫做 电动式 我用Y 来代表 我等等会 会下定义 我先下定义好了 Y 它就是 非进电场 的限积分 从B端到A端 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电场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当作1 我当作有一个库轮的电荷 一个库轮的电荷 乘三电场 就是它对一个库轮的电荷 施于力 力做工 从B端到A端做的工 我们就称它叫做 电动式 电动式 OK 就是说 把一库轮的电 它有本事 把一库轮的电荷 正电荷 从这里提升到 这一端 它能做工 这个工呢 就是 它的电动式 比如说你买的电池是1.5伏特 那它就是从这里 把一库轮的电荷 从这里提升到这个地方来 它的 做的工 一伏特是什么 一个Joyal Perkulam 对不对 一个Joyal Perkulam 那么就是 每一库轮的正电荷 从这个地方推到这里 它的能量提升1.5伏轮 1.5Joyal 那就是1 第二项呢 这个是什么 我们以前讲过 这是静电厂 就是以前我们说 VAB等于E.DS 这个是等于VBA VBA是等于负的VAB 因为VAB是等于VA-VB VBA是VB-VA 所以差一个符号 因此这一边就是什么呢 我们先写VBA OK VBA 好 这个地方 这是I 这不是E I-R I等于0 VAB 那么 现在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写成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写成 E 减掉VAB 好 当电动式做 它在Open Circuit的时候 段路的时候 它的VAB 就是端电压 我们称它叫做端电压 Terminal Voltage 等于它的电动式 那也就是 VAB 等于电动式 这个是断路的时候 断路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 电动式 叫做EMF EMF 断路的时候 要记住 你电池刚刚买回来 还没有放在你的随身厅里头的时候 它两端的电压是1.5伏特 1.5伏特是它原来的电动式 但是等到你一装到随身厅 把开关开开的 有声音出来的时候 电压就降下来了 不到1.5伏特 断电压就不到1.5伏特 好 现在我们就看 假如我把电动式 接在这个 接在外电路上面 这里头 仍然是有 仍然是有 飞进电厂 朝这边 正电和负电和堆积在这里 这个叫做A端 这个叫B端 那现在我们在A端跟B端之间 我们接一条导线 我把它画粗一点 看得比较清楚 这是外导线 这个是电动式做的本身 那他现在又开始工作了 E恩呢 把电荷堆在正电荷堆这里 副电荷堆这里 可是现在这个电荷不像刚刚那样 都不跑 就堆在那里 现在他有路可走啊 外头有路可走 于是呢 他就会从这个地方跑掉 这个地方跑掉 那么他在这个里头 所构成的 静电厂 叫做EE 比如说EE 他外面呢 也构成一种静电厂 我们称他叫做EE 因为他们距离什么 正极附近距离不一样 所以大小不一样 外头构的电荷比较小 里头的比较大 所以他呢 从这个地方跑不过来 因为这里有一个E恩在推他 所以他从这里跑掉 但是跑的速度啊 没有他堆上来的大 所以呢 他虽然跑了 可是继续堆 继续堆 继续堆积的时候呢 这个静电厂就增加了 他的值啊 就增加了 增加了 增加一点 增加一点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也增加 所以跑的就比较快一点 但是只要你跑的速度 没有他堆积的快 他就继续的堆积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他推上来的速度 跟你跑掉的速度 一致的时候 那就到达一个 一个极限值 他就不再增加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导体里头啊 就开始有稳定的电流 稳定的电流 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就是这样子流 这个时候有稳定的电流 我们假定 电动室内部的电阻 叫做内电阻 小R 外头的电阻 我们用大R来表示 好 现在我们就看电动室的内部 电动室做内部 总电场 是等于非静电场 加上静电场 还是这个字 但现在不等于零 它不再等于零了 因为这个 永远比这个大 好 那我们就把它积分一下 E dot ds from b to a 是en dot ds from b to a 再加上 ee dot ds from b to a 好 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就是里头的电流 乘上 这个导体 的电流 乘上它的电阻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一边呢 就等于emf 它是en的线积分 从b端到a端em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等于 vba 那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写成 emf 渐掉 vab 这个时候 我们就算出 电动式做 它的端电压 端电压等于emf 渐掉ir 所以你看 它一通电 这一通电 它的端电压 就降下来了 像刚刚 断路的时候 emf等于epsilon 对不对 现在是epsilon 减ir 减少了 这个是 电动式做的内部 我们现在看看 外线路 外头这条线路 外导体 好了 外导线 外导线呢 它没有en 它只有eeprame 所以呢 它的总电压 就等于eeprame 总电压就等于这个 好 我们也把这个积分一下 现在积分怎么积呢 从外线路的 外导体的这边 a端到b端 好 那我们就 e.ds 现在是从a到b 它要等于 静电厂的线积分 也是从a到b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等于外导体里面的电流 呈上外导体的电阻啊 这个时候电流也是i 但是它的电阻是大r 要等于这个是vab 就外导线来看 两端的端电压是等于i乘大r 就从内导体 就是电动式做的内部来看 a端跟b端的端电压 但是这个vab 跟这个vab是一样的 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就 就把这两个 结合在一起 就是说vab 现在是等于ir 刚刚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emf 减掉i小r 所以把它连在一起了 所以把它连在一起了 那就说内线路跟外线路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 可以得 emf就等于i的r加小r 从这里我们就得一个式子 emfr加小r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电动式了 那外线路我们只算它一个电阻 有时候它一个线路上面好几个电动式 有正方向有反方向的 那它串联一大堆的电阻器 有好几个电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一般串联电路 一般串联电路 i等于什么呢 i是等于 sigma emf over sigma r 就等于电阻 电动式之核 加上 整条线串联电阻的总电阻 这是一般的串联电阻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 电路方程 叫circuit equation circuit equation 最基本最基本的串联 只能用在串联 串联电路 那么因此这种状况 我们就是说 电动式 它现在是供应能量 电动式供应能量 电动式做供应能量 供应能量 是这种状况 好 我们再看一种 我们的续电池 有一种电池是可以充电的 像续电池 你们摩托车的电池 它是可以充电的 但你电用完了 它本来是由里边的化学能转变成为电能 你电能一旦用化学能用完了 它没有办法供应你电能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从摩托车上面拿下来 用我们这个插座 经过一个transformer变压器 让电流反过来流 它就可以让电燃变成内能 化学能就是一种内能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 电动式做充电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们再来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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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画这个电动式做 它的电用完了 用完了 它现在从外面接一条路 电路 让这个电流 反过来流 反过来流 从这里流进去 从这里流出来 那么一旦一充电以后 它又可以产生 飞进电厂 飞进电厂 那当然这一边呢 就是电动式的正极 这边是它的复极 这是它的内电阻 好 爱从这里过去 那可见呢 它的总电厂 要大于 里头的 总电厂不等于零了 那也就是说 它这个里头的飞的 进电厂 这个时候 由这个电流产生的 要大于一N 大于一N 它才会让电流这么过去了 所以现在呢 它是总电厂 还是等于一N 加上一一 是一一比这个大 所以它顺着这个 产生电流 如果这是电流 好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一端积分 从A端到B端 一N 积分 也是A端到B端 再加上一一的 线积分 从A端到B端 这个就等于什么 等于I乘上R 电流 乘电阻 那这个呢 就是EMF的负值 EMF的定义是从 B端到A端 线积分 B端到A端 现在是A端到B端 所以它是负EMF 然后再加上 VAB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它的VAB 要等于EMF 这个时候它的端电压 比EMF要大 所以你这个蓄电池 要充电的话 通常我们摩托车 蓄电池是12伏特 你充电的时候 这个是12伏特 那你这个要比12伏特大 12.5伏特也可以 13伏特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用 你不能说 我这个没电了 我去买一个电池来接上去 电池就1.5伏特 你怎么能产生呢 所以这个是充电的时候 OK 现在我们就来看POWER 讲这个电功率 讲完POWER 我们就来看电路 直流电路 电功率 电功率 假定 我们有一个装置 不管你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有一个装置 这一端叫做A端 这一端叫做B端 A端的电压是VA B端的电压是VB 如果VA比VB大 那么它就会有电流过来了 有电流过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因为这边比这边大 所以我假定在DT秒里头 有DQ跑到这里来 DQ往这边走 总共经过DT秒 从这里移到这里来 我们写跑到这里来好了 那总共的时间是DT秒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 它在这一边 它的能量是等于什么 VAB乘DQ 这个VAB是 你DQ不在台上也有VAB 所以它的电能是这个 跑到这里的时候 它的电能就变成 VAB-DQ 这个时候就等于说 这个做它的功 DQ从这里跑到这里来 它做功做了这么多的功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把这个 DW被DT来除 就是DT秒之内 它把DQ移到这里来 DT秒的时候 它做DW的功 这个就是Power 所以你把这个DT一除的话 我们可以变成 DQ 我们把DQ提出来 大家都一样 我把DQ提出来 所以它 VA-VB 这是DQ 比上DT 那这个就等于 VAB乘上I VAB乘I 所以 只要任何一个装置 它这边的电压是VA 这边电压是VB 它当中有电流经过的时候 I经过的时候 它的Power就是这么大 Power就是这么大 OK 等一等我们再来看 这个Power到底是 什么能量转变成 什么能量 有的是 基建能变成电能 有的是电能变成热能 等等 这个就是Power 我们现在看三种状况 这里是没有讲是什么东西 我们讲纯电阻 纯电阻 R 这个电流是I 这是VA 这个是VB 它的Power是什么呢 还是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 VAB乘I 但是根据欧姆定律 这是纯电阻 纯电阻 根据欧姆定律 VAB被I除 永远等于一个常数 这就是电阻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写成VAB等于IR 它就是I平方R 你也可以把I变成VAB over R 它就是VAB的平方R 这个是电阻器的功率 好 这个功率呢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看 这是电能输入 输入的是电能 然后啊 电阻器就产生这个 这个是什么能呢 热能 我们今天告诉我们 这个是热功率 电阻器就会产生热功率 热功率就是I平方成R 或者是VAB over R 这是电阻器的一种功用 电阻器有一种功用 这里告诉你了 有电流通过它的时候 或者是有电压 加于它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输入的电能 转变成为热能 转变成为热能 OK 好 那么 它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像这个 你有一个电压 加于电阻上面的时候 它会产生电流 或者说会有电流 经过一个电阻的时候 会在电阻器的两端 产生电压 我电流越大 这个电压就越大 那么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功用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 刚刚那个 电动室做供应电能的时候 电动室做供应电能 那我们刚刚是讲它的 VAB 刚刚是这种状况了 I 这个是R 这个是大R 好 我们说这个时候 VAB 它是等于EMF 减掉IR 这是在内部 我们看电动室做 电动室做本身是这个样子 那么它的POWER POWER是这个 它现在这个POWER你怎么解读它 怎么解读它 那么我们说 它是供应电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POWER就是 电动室对外所供应的功率 它拿什么来供应功率啊 就是用它的化学能 转变成为电能 就是蓄电池 或者一般的化学电池 如果是我们 水力发电 或者火力发电的时候啊 它是利用这个电输的一个 动能转变 动能转变成为电能 那现在我们看化学能 好了 它是靠这个能量 这个就是EMF的功率 要记住EMF 就CETOFEMF 有两种功用 一种功用就是 它可以把化学能 转变成为电能 这就是化学能 转变成为电能 但是它化学能 转变成为电能 是YXI 为什么不等于P呢 为什么要扣掉这个东西呢 原因就是啊 它本身有电阻啊 本身有电阻 你有电流产生的时候 它也要消耗一部分的电能 把它转变成为热能啊 剩下来的才能够供应在外面啊 所以供应能量 化学能转变成为电能 不是全部都变成电能 输出 不是这样子 它是要扣掉 本身的消耗再输出 就好像我们这个 将来一个家庭啊 我举个例子 假如是先生赚钱 太太就在家里头 那薪水就是先生供应的咯 那你能不能要求先生说 你拿薪水 薪水袋不可以开啊 拿回来完全由老娘来保管 办得到办不到 办不到 他要吃饭啊 他上班要吃饭啊 他要坐车子啊 他要消耗钱啊 对不对 所以不能说我一个月赚五万 我五万文风不动的交给太座 这个就不合理了 那现在我们就看 电动是充电的时候 充电的时候 充电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它是这样子 它从外面 apply 外面有电流供应 这个 这是B端 这是A端 I R 好 我们刚刚讲 VAB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EI 加上 I 平方R 小R 好 这个时候的 这乘I 刚刚是VAB的 Y Y加上I 都乘I的话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的功率 这个功率是什么 对于电动式做来说 是输入还是输出 输入还是输出 输入 对不对 它没电了吗 没有 没有内能了吗 你电能输给它 输入给它 好 你输入这么多能量 电能 它要转变成为化学能 是不是全部变成化学能 你看这个等式 没有 为什么不能全部变成化学能 因为这里要消耗 这里要消耗 它本身有电阻要消耗 就好像说你家里头 我们只要你有存款 你就不会变成穷人 你存款呢 必须是我每个月赚多少 拿回来 你不能拿回来全部存起来 你赚五万你能存五万吗 赚五万可能只能存一千 存两千 那其他到哪里去了 要用啊 我要吃饭啊 对不对 是这个道理 所以电动数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 把电能转变成为化学能 或者是它的动能 我们去电池就是化学能 这个是一个功用 把电能 把化学能转变成为电能 转变成为电能 这是三种状况 三种状况 三种状况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下转变成为电能 能够的 一种状况 还是帮助